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看到这段视频 现在网上都在报这段视频 很短 那个人叫Peter 是福克斯驻白宫的记者 他一直追着拜登 因为他是驻白宫的记者 然后今天应该是拜登去参加一个竞选的活动 就是他自己的活动 又被Peter给抓住了 所以so far到目前 美国白宫倒没有拒绝说把记者都轰出去 没有 那结果Peter 因为我本来想跟大家放这段录音了 那但是他后面有背景音乐 他有音乐的 所以我们就不能放了 那他就去追 他大概这周写着他 Peter就问他 说那个在星期一的时候 你的义子就是亨特拜登的好朋友阿彻 在美国国会作证 那作证的本身呢 作证的本身证明 就是他明确讲 说在他们开商 开这个生意会的时候 跟他的生意伙伴 在谈买卖的时候 故意把手机放在了speaker上 就扩大音量 从而使得你 就是你加入到其中 那进入了这样的生意的 生意探讨的环境 你就说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结果拜登就明确 拜登给问急了 在过去的时间里面 拜登一般都回避这样的问题 一般都回避这样的问题 但是呢 这次他就答了 他说 我从来没有 就是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谈过相关的生意 这就他打字幕啊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谈过相关的生意 然后呢 紧接着他就怼了那个记者Peter 说你为什么老问这种垃圾的问题 你为什么老问这种垃圾的问题 然后 Peter就回答了 说这个东西怎么叫垃圾的问题 所以就两个人就回了 来回就这么讲这么段 就这么段对话 但这段对话呢 就被媒体在社交媒体上疯传 他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意义 你让我说呢 拜登失误了 就拜登重大失误 他如果按照他通常的习惯 他应该不说话 原因就是阿彻他自己的义子亨特最好的朋友 阿彻手里拿着拜登在2011年给他写的新笔信 签字字 那里面都牵扯了阿彻跟亨特拜登的生意问题 而信是寄到了阿彻跟亨特拜登的自己的注册公司的地址 是寄的信 所以这些都有 而阿彻在国会四个小时作证 然后在卡尔松面前做了两个小时的节目 都谈到了他们就是拜登所参与的活动 吃饭的活动 打电话的活动 都是有时间 有地点 有对象 对吧 那阿彻也明确讲说 那亨特很会卖他父亲的牌子 卖这个拜登的姓氏 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的 那这个时候的拜登 如果他还足够明白的话 就没有被激怒的话 他就不会说话 不答复 什么意思 对不起 刚才在这个有关公开场合下 一直掩盖说 我跟我儿子没有谈过任何买卖 他的生意我从来没有接触过 这是在美国竞选期间 2020年 当时触及到过这问题 那后来在白宫 每当问到这问题的时候 他都不回答 几乎我们看都没有回答 但这一次阿彻完全把底儿掉 全都掀出来之后 也就说 人证 物证 脏证 污点 证人 什么都有的背景之下 拜登还是用了原话 断然否定 说的很绝 我从来没有谈论过 我从来没有谈论过 跟任何人谈论过生意 我没有谈过生意 那这个词就变成了 在整个公众认知的情况下 国会认知的情况下 才断然否决 否定 那断然否定 那就变成了会给国会 给整个公众社会一个巨大权利 那就出现不同了嘛 那就得调查他 国会就有可能借着他这句话调查 原因你公开的环境下 向公开的媒体人 断然否定你明确参与的生意环境 那当然 拜登就说了 那儿子打电话 那我说两句话 那他就愿意打电话 那我谁知道 他可以这么耍赖皮 这都不是问题 对吧 我没跟他说要过一毛钱 我只是问他 嘿 我是他爹 对不对 美利坚和中国副总统 那听说你跟我儿子不错 哎呀你们俩好好的 别闹别闹别闹 别闹 好好的别闹就行了 我没说什么呀 是不是 那生意呢 谁都知道生意是这么做的 我可没说 跟他 哎我儿子不错啊 多给三分五 要不然多给二百五也成 对不对 多个二百五 当爹的 他没要这钱 他没要买卖 所以我没有跟任何人谈过买卖 所以这是他的 也就说作为一个政客 作为或者律师 他儿子是律师了 作为政客相关的这种回避的 回避自己的身份 又百分之百的切入 回避自己的疑惑 又给自己找一个后座 这基本都这个 这都是流氓政客的做法 就非常典型的做法 但是呢 他拒绝了 就是他的背景下公开拒绝 这样的话 在整个选民的环境中 在全美国的环境中 大家会认为 那这是拜登胡来了 所以为什么有人去推动这段视频呢 就是来证明拜登在胡来 那不仅胡来 他在欺诈了所有人 现在就变成了欺诈自己了 因为阿彻他们都已经露面了 所以这件故事就完了 那反过来他有说 你为什么老问 你为什么就喜欢问这些 很下贱 很糟糕 很不内衍的问题 那这个呢 就表明他失态 自己失态了 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 那被激怒了 失态了 然后反问这个记者 那个记者挺厉害 啪就说 你怎么能 为什么说我这问题 是一种失败的问题 我问你参与没参与 生意 你是美国总统 你的一职已经公开作证了 你跟你儿子之间关系 所以就 这是一个整套的故事 就在这 那在福克斯呢 一直放在他顶点上 所以我们 我们跟大家讲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 有人证 有物证 有实证 那拜登 在向美国人民撒谎 他就讲 在向美国人民 公然撒谎 在人 这就是 大家会看到 后面发酵的状况 被问到 亨特拜登合作伙伴 拜登呢 在 这个比特 比特面前的断然否定 而是在公共的 这种摄像的背景之下 所以 我愿意把它看成 就是 拜登 矜持了这么长时间 矜持了好几年呢 矜持了这么长时间 结果在一个特定的 这个环境跟时间点上 他一下流肩膀 他扛不住 他怒了 他生气了 那这一生气就吓了 所以 我真的认为 这就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那我们 今天我们节目做得很快 明天大家就会看 很多评论就付来了 那应该说呢 美国国会也会有动作 因为他公开否认 如此宣后的证据 所佐证的事情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 mundo 感谢观看